新城鄉22號這一天有三場部落豐年祭 包括了東方羅馬、華陽部落還有嘉興部落 鄉長和立台先遠迪不思依賴 李仲文還有田韻信都前來共同參與 而鄉長和立台也執政李金肯定部落對文化傳承的有心 雖然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20號一早則是有下雨的情況 不過新城鄉辦理豐年祭的時候 天氣可以說是晴空萬里的 而在這一天新城鄉境內則是有三場的部落豐年祭 包括嘉興部落、東方羅馬部落和華陽部落 新城鄉的和立台 先引李正文、田韻信、李福石一賴等貴賓 共同來參加部落的重大盛事 昨天晚上下雨 凌晨的時候下大雨 一大早還下大雨 頭目快點找人啊 把這個怎麼樣帳篷把它搭起來 怕各位族人今天來參加的時候 林道瑜 但是原住民是不怕我們不怕瘋的 這個要記得啊 我講的對不對 鼓掌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所以 祖林看到了非常的感動 被頭目以及主人感動 就移就停了 也支持鼓掌好不好 好 所以 我們的祖林看到各位 平時都很工作很努力 非常地照顧自己的家庭 好 所以給我們一個慶豐收的一年 我們要心存感樂的心 我們在這邊祝今天的風雨季 順順利利 我們部落的族人 永遠的健康快樂 鼓掌 謝謝大家 謝謝 也在我們在研究當中 希望呢 除了這個籃球場之外呢 我們真正有屬於老龍漫的這個答案好不好 好 祝大家平安喜樂介紹幾間 很開心 因為我們的斗木 很早就跟我講 一定要來參加 那 其實 阿美族也好 布隆族也好 什麼族都好 我們都是一家人 沒有 族起融合 那 如果華陽部落以後有什麼需要我田義心議員要建設的 請 請我們斗木 跟我講一下 我會遇不容許的方法 在華陽部落和部落事務主長的帶領之下 新人鄉和立台也專照阿美族傳統習俗來祭祀太陽神馬拉道 來祈求新人鄉合金平安 來年輕豐收 以全神人心來為大家祈福 隨後各部落也展開傳統歌舞的表演 唱著祖先傳承下來的歌聲和舞蹈 換清一年一度的輕豐收 記得喜歡新人鄉報導